聊天室!不要鬧好棒! 哈囉大家好!我是菜! 今天話題可能會有點稍作嚴肅啦 大家還記得我在去年 差不多年底的時候 11月左右回去過香港一趟嗎? 我以為香港的原因呢 是因為我的狗狗還在香港 那疫情的關係 我都不能回去看牠 以前的我呢 可能就是在香港住一半的時間 在台灣住一半的時間 各兩個禮拜 那現在疫情的關係呢 沒辦法回去看狗狗 所以只好找時間回去了 最近台灣的疫情爆發的非常嚴重 這件事情爆發之前 其實我就有蠻多疑問的 今天是來跟觀眾們做理性的討論 並沒有說對或是錯 在這邊呢 我要跟大家說 那一次回去香港 再回來台灣 我的感觸非常的多 當時我沒有選擇拍影片 來聊我隔離的過程 以及我所看到的東西 是因為我覺得那時候並沒有法規 但是在我心裡面 一直有一個想法 我們真的防疫做得非常好嗎 還是其實去年沒有報 只是僥倖而已呢 如果我當時去抱怨這個東西的話 我自己會覺得自己有一點點像正義模仁 畢竟我就是一個管好我自己的人 但感覺好像在這件事情上面 不能自己做好就好了 所以我現在要來開始講說 我在去年隔離的時候的感想是什麼 我只能說當時呢 我覺得香港跟台灣差非常多 因為一開始我去香港隔離的時候 我一下飛機就有專屬的人員 他們就會帶我們到一個定點 那在機場裡面呢 他們都是有設置那個篩檢站的 所以我們要在那邊等待之後呢 做一罐一罐的篩檢填資料 在途中你不能去使用任何一間廁所 你必須要跟就是帶你的人說你想要廁所 他們才會帶你去特定的廁所使用 然後呢我就一路這樣篩檢 差不多花兩個小時的時間吧 你篩檢的同時你可以決定 你要在機場等你的報告出來 因為他好像要 我忘記是多少個小時啦 當時我選的是Hotel 我才不要在機場等了 因為我覺得很辛苦 那你就可以選擇去防疫Hotel住一晚 然後在那邊隔天等你的結果 你就可以回家了這樣子 所以從我們檢驗完要去Hotel的人 上巴士 然後再從巴士到這個防疫Hotel 我們都是被人家管轄住的 甚至手上還有帶一個追蹤環 那個追蹤環就是 跑出你的範圍的時候 他就會通知其他人來 於是我到了Hotel啊 會台人員他們都做好非常完善的這個安全措施 到了飯店那個飯店只接待隔離人員 除此之外 他們整間飯店是用那種 就是很像在蓋房子的那種 塑膠的隔起來的 看不到外面 一直到你進房間 你就必須在這個房間待到隔天 然後呢 當我要回台灣的時候 那個時候比較早 所以我不需要拿那個篩檢報告 陰性才回台灣 但我覺得這個東西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回去差不多幾天啊 17天吧 我去隔離14天 然後3天就回來了 所以我也沒有出去 在我篩檢完之後 很幸運的沒有中獎 於是我就回台灣了 從上飛機到下飛機 下飛機之後你會排一條線 然後大家叫你QR Code輸入 會先叫你輸入一些東西一些資料 僅此而已 That's it 在那個之後你可以隨意使用任何一間的廁所 就跟機組人員啊 跟那個地勤人員啊 跟在機場工作人員 你都可以使用一樣的廁所 那時候我就開始非常納悶 當你離開拿了行李要準備離開的時候 根本沒有人理你 所以當時我也就覺得 怎麼會這樣這麼容易呢 我不是剛從外面回來嗎 不只我這樣而已喔 是我所有從外面回來的人都一樣 他們都說喔台灣很簡單啊 你就走進去 阿如果你進去 你往別的地方跑 其實也沒有人什麼人知道啊 你的朋友來接你也沒有人知道 你是可以大拉搭的走出去 做計程車 甚至跟你的朋友見面的喔 我當時應該要跟大家討論一下這個東西的 就像現在在路上 我竟然看到還有人不戴口罩 我就會衝過去跟他說 小姐現在真的沒有辦法 可以麻煩你戴口罩嗎 所以當時我就想說 那到底這個是對我們比較幸運 還是我們真的做得很好 因為在機場 你出來那一剎 外面在等街機的人啊 或是在外面走來走去的人啊 就跟你超級近距離的接觸了 所以你什麼時候感染到 你都不知道 那更不用說了 不是只有 某個航空的組員 或是國內的組員 有很多很多其他 其他國家的組員 他們也是住Novatel 那這個同時 Novatel很多員工 他們那些員工還是會回家 隨意的去吃飯 隨意的回家 隨意的去便利商店 什麼都可以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請問有沒有法規來解決這個問題呢 大家可能這邊都會覺得說 就是空姐 就是機師 就是機組人員 在搞 害我們台灣爆了 但老實說 前幾天你們應該看到一個新聞嘛 有一個阿伯要去 萊爾夫不戴口罩 然後 人家叫他戴口罩 不是毆打那個店員嗎 不管在哪一個國家 都有好人 都有壞人 都有渣男 也有渣女 因為我覺得事情已經發生了 如果大家以 要抓戰犯 或是很不理智的 這種態度 去謾罵 這個時候應該去做這件事情嗎 還是這個時候 大家應該要 同心協力 然後渡過這個難關呢 每天兩點 我在看新聞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很難過 因為一出事 大家就會開始數弱台灣 數弱政府 數弱很多東西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現在我個人覺得 不是做這件事的時候 因為 數弱這個事情 可能是在我們大華文化裡面 或甚至是在台灣文化裡面 一個蠻嚴重的東西 它就很像是 你的父母親 在你小時候 總是喜歡說 就算你做得好 他也覺得應該的 他已經根深蒂固 有時候 你做出來的事情 你說出來的話 就會像老一輩的人一樣 而你卻沒有自覺 在香港的空服員朋友們 他們是 三四個月沒有回家的 甚至機師更辛苦 你總不能說 一個機師這樣 你就把所有機師全部罵一遍 在台灣有些人 就很偏機 他看到你是機師 他就大罵你 在香港我的同事 他們是這樣做的 飛到外站 回來之後 直接進hotel 在hotel隔離14天之後 再飛到外站 就是一直不停的這樣循環 他們的身心也是非常容易累 也是會出狀況的 在這幾個月裡面的 無間斷簡易 執勤 心裡會出現非常大的變化 在這一年多的時間裡面 有很多機組人員 機師 空服 有六成的機師出現 比過往更嚴重的睡眠問題 還有七成的機師出現 比過往更嚴重的精神壓力問題 大家知道說 最近又多了疫苗 多了物資 我們在台灣可以很幸運的 什麼都有 缺水以外 那這些物資 都是從哪裡來的呢 有一部分這些物資 都是從航空公司來的 那些機師 很辛苦的 載著我們的疫苗 載著我們所需要的東西 來到台灣 讓台灣的人民 對抗病毒 可以 安逸無憂 還有很多阿公阿伯 他們可能 根本完全 對這件事情 毫無太大的感覺 不要說阿公阿伯好了 很多中年人啊 或年輕人啊 他們也覺得 他只要沒有看到新聞 他只要沒有接收這些東西 他只是聽到幾例 他會覺得 不要緊啊 我家也沒有啊 千萬不要用這種想法 除了解決問題以外 我們甚至要去避免 未來更多的問題 我們要把它滅火滅火滅火 在這邊呢 我希望跟我所有觀眾 呼籲 不要以似是而非 不正確的訊息 就你也搞不清楚 好像聽說什麼 蛤那個護士 還跑出來喔 拜託不要以這種 好像歐巴桑的心態 去傳東傳西 然後攻擊別人 請大家 擁有你們大腦 Use your brain OK 理性思考 最重要的是 現在我們應該要 攜手 渡過這個難關 能不出去盡量不出門 不要做正義魔人 但我們可以一起來 做防守小尖兵 當然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我是你們的阿菜 記得幫我訂閱按讚 分享給朋友 打開小鈴鐺 掰掰 阿菜 你可以想像 這三個月裡 不斷的飛出國之外 你連電腦遊戲 一個都不能玩嗎 白癡 現在手遊當道 有手機就好